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高兴柠檬梅菜扣肉的家常做法 梅菜先放温水泡两个小时 把扣肉切成片放完里面备用 蒜米跟虾浆先拍扁再切成末 把切好的蒜米跟虾浆放进扣肉盆里面 把柠檬切开,去除柠檬里面的柠檬籽 放一块奶油跟柠檬一起剁碎 也可以加酸黄皮跟酸酱 把冻好的柠檬放入扣肉 加入生抽 蚝油 一点老抽 一点十三小匙 一点胡椒粉 一点盐跟白糖 搅拌均匀,腌制一个小时 把梅菜洗干净,拧干水分 切碎 干锅放入梅菜,把梅菜的水分煸干 后放入油跟蒜米炒出 加入一点酱油 翻炒均匀后盛出 把腌制好的扣肉整齐的排放在碗里 肉皮炒下 把炒好的梅菜整齐的铺在扣肉碗上 研制扣肉的料汁放在梅菜上 水开,上锅蒸一个小时 蒸好后把扣肉放入 把扣油汁倒到锅里面放入一点水淀粉 把钩馅好的扣油汁淋在扣油上面